最近,在一个距离地球比较近的超星系团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那是一团让人联想到羊角面包的形状的巨大的气体云 朋友们,大家好 是的,这些气体云是在星际空间中轻轻地漂浮着 即使是专家,也不能完全确定是什么力量使这些漂浮的云层保持不变的 关于这些云团,人们知道的并不多 这里是TopChamping的 这一次,我们努力地给大家汇集了更多可靠的并经专家们证实的事实 以及一些特别有趣的假设理论 那么就让我们赶快开始吧 中间区域的气体 我们的银河系是一个有引力相连的局部星系群的一部分 我们知道还有许多其他这样的星系团 这一次,我们关注的是Abel 1367,也被称为狮子座星系团 从宇宙的规模来衡量的话,这个星系团距离地球并不遥远 根据各种估量推算,它距离我们大约是3.3亿至3.68亿光年 狮子座星系团的密度是相当的高 这个星系团中的星系主要是螺旋星系 但最明亮而且最巨大的NGC3842是一个椭圆星系 另外,在这个星系的中心是人类已知的最大的超大质量黑洞之一 它的质量竟然是太阳的97亿倍 我们知道除了NGC3842之外 狮子座星座团中还有大约70个大型星系 在许多这样的星系中 迄今为止,有相当多的活跃恒星的形成正在进行 这正是这个星系团引起专家们关注的原因 在亨茨维尔的阿拉巴马大学的天文学家们 一直在定期研究狮子座星系团 并遇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他们注意到一个巨大的游离气体云 这个气体云层静静地漂浮在星际空间中 从未想过另一个星系中的一个小行星上的科学家们 会认为它们是不可能的存在 很多人认为宇宙中最有趣的东西都集中在星系中 而在这些星系之间一片无边无际的 几乎是什么都没有的空荡荡的空间 只是在许多秒差距上无尽地延伸 然而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在星系的周围形成一个巨大的光云 还有一些恒星和行星 由于各种原因被抛出了它们真正的家族之外 当然也可以看到气体云团 然而这是研究人员第一次遇到如此巨大的云 发现它的天文学家说 这个气体云的形状像一把伞 对我们来说 它看起来更像一个羊角面包 大家觉得它更像什么呢 请一定要在评论栏里留言 神秘的羊角面包 这个云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大小 这个云的有效半径 即包含其发散处的 50%的光的区域的直径的一半 估计大约为30千秒差距 顺便说一下 银河系的有效半径是2.5千秒差距 仙女作星系的有效半径是2.6秒差距 并且已经发现集中在云中的物质质量 大约是太阳质量的100亿倍 这足以形成一个小星系 但这种云的密度太低 无法形成一个星系 科学家们发现 这个云层主要是由非常热的气体组成的 根据各种计算 这个云的温度估计在1万至1000万摄氏度之间 这是目前在X射线和发射星云中 经常观察到的Hα射线中 都可以看到如此巨大的星际气体的唯一粒子 这种云的另一个谜团是它的稳定性 一般来说 这种云是由星际在高速穿过星际空间时 它是从银河系吹出而产生的 该论文的作者把这种现象比作就像是在迎着墙风奔跑时 头发和衣服飘动的样子 然而飘动并不意味着头发最终会消失 与此相反 离开银河系的气体与银河系的任何联系都被切断了 气体云的温度迅速下降 变得越来越稀薄 最终融入到星际空间中 而这根本不适用于这个云层的情况 据说这个云层已经静静地存在了数亿年 从来没有冷却也没有融入到什么地方 为什么这个云层会存在这么长的时间 专家们也不明白 只是仅仅有几个假说而已 比如这个云层可能有着一个相当强大的磁场 从理论上来说 这个磁场可以防止气体扩散到太空中 并有助于保持云的形状 无论如何 要解开宇宙羊角面包的深深奥秘 将需要更详细的研究 宇宙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凭空出现的 当然恒星也不例外 恒星是由星际气体团形成的 如鹰状星云 以及令人惊叹的美丽的创造之柱而闻名 当我们的宇宙还处于早期阶段时 许多星系都是从巨大的气体云中诞生的 据说我们的银河系就是从那里诞生的 至少科学家们是这样认为的 我想你们已经知道 我们接下来要向大家介绍什么了吧 今天视频中的主角气体云 理论上可以凝聚成一个星的星系 它有足够的质量可以做到这一点 但由于某种原因 事实却并非如此 科学家们已经成功地在这个云层中 发现了一些恒星形成的迹象 但只是仅此而已 这也是相当离奇 令人惊叹的 也许说不定它与暗物质有关 恰恰是这种暗物质 以其巨大的引力 影响了漂浮在早期宇宙中的气体云 增加了它们的密度 创造了大小不同的星系 这一期介绍的云层 显然没有这么幸运 那是因为没有刚好合适的暗物质块 来给它们提供必要的助力 或者也许还有其他我们不知道的 完全不同的东西的存在 到目前为止 强大的磁场和其他力量 一直维持着这些云的存在 但它们并不会永远这样的持续下去 显然这些云正在继续扩散 最终即使有磁场的力量 也无法保持其形状 它最终将会消散而逝 这种神秘的现象也将会随之而消失 首先它会分裂成几个相当小的云 然后最终它们会消失掉 最后这些云还会剩下什么呢 首先一些从这些云片中诞生的恒星 仍然存在 然后它们成为不属于任何星系的孤立恒星 将永远在无穷无尽的 浩瀚太空的深渊之中游荡徘徊 未来的科学家们将会感到困惑吧 不知道这些恒星是从哪里来的 也许其中一些恒星会有行星 并且有可能在那个星球上诞生智能生命吧 凝望着没有星星的漆黑天空的未知生命体验 到了晚上 只有遥远的星系 像朦胧模糊的云彩一样 在天空中熠熠生辉 它们一定会感到孤独的吧 只是它们甚至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经历几十亿年之后 一些云层物质将会落入到其他的星系 这将大大的补充这些星系中的气体 延长了该星系的寿命 并从这种物质中诞生了带有行星的恒星 也许会出现一些适合生命生存的行星 这样的行星上的生命 无法知道构成它们的原子 曾经是如此令人惊叹的宇宙奇迹的一部分 难道我们的身体也含有超过45亿年前存在的云粒子吗 这谁也不知道 我想以这样一种哲学的语气来结束今天的视频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衷心地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的这个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为我们点赞 也请不要忘记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这个视频 非常感谢你对我们这个频道的发展的协助 支持和厚爱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先到这里吧 期待和你的下次再会 拜拜